大家好,我是Jasper的AzianBoss 中國和印度是兩位最高的國家 世界上只會是隔壁 最近,印度的首席主席 莫迪說了兩國不解決的交易 和他的決定要和平衡的交易 但兩國的密尺度 他們就知道了多少? 我們遇到上海的街上 去找到印度和其他人的想法 提到印度,您最先想到的三個詞是什麼? 印度考餅 然後印度的肚皮舞 然後他們的數學很厲害 肚皮舞 然後還有那個阿拉丁神燈嗎? 阿米爾汗啊,對吧? 然後那個叫什麼沙莉啊 披在身上的那個 還有就是印度女生很漂亮 我會想到種姓製度 然後那個印度英語 然後咖哩這三個 寶萊屋是嗎? 寶萊屋 對,電影 電影工業還是很發達的 所以中國要牛逼 您覺得印度跟中國之間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 印度跟中國啊 人口大國 對,我能想到的就這些 都是開發國家 然後數學能力都很強 應該有大部分都信佛教吧 新教有些一樣的 可能他們印度跟中國都是那個文化比較悠久嘛 他們可能歷史文化可能還有共同的地方 然後像我看過印度一些片子吧 然後其實他們那些 有些國家社會裡面的生活場景可能跟中國 有些就是比較偏遠地方的那個縣城啊 就是比較相似 都是這種勞動力驅動的 偏工業型國家 但是也在向博物業轉型 華人跟印度人 印度種族的人 都是那種比較在異地比較 努力奮鬥的這種形象 那哪些不同呢? 不同,膚色不一樣,吃了不一樣 一個是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 那哪一個是資本主義的意思? 印度是資本主義 然後不同的話 可能我們更講衛生一點 就是在在英國的時候 我去印度餐館 然後看到他們做東西感覺很髒 就用手直接抓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個印度的同學 他吃飯是直接用手抓的 不同還就是像社會階級這些還差蠻多的 然後文化上也我覺得也差很多 社會階級是指 就是他們那邊社會是分 那種信式是分種族分那個分階級的 國內我們這種現象是比較少的 對於歧視這種種族歧視 他們是那種信式的歧視是很多的 客盤印象我覺得印度很落後 對然後還有就是覺得他們那邊的 就是好像就是不太能夠跟 跟隨世界的那種進步發展之類的 所以可能還是比較貧窮一點 就是之前長期以往就是我們之前 不是中國之前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嘛 然後就是從教育出雙血刀的 能感覺就是中國是相對而言 在世界上是屬於比較落後的可能 然後呢我不會感覺 印度甚至比中國還要落後 然後呢就感覺印度可能就比較亂吧 這些印象都是從哪來的 中國的媒體 對中國的媒體 像我之前說在那個留學的時候 有印度的同學 然後再加上一些新聞媒體上的報導 還有一些圖片啊什麼的 這個身邊的朋友去印度比較多 然後對他們回來旅行回來 會說一些印度的一些見聞這樣子 他們提到的最多關於印度的見聞有哪些 髒 亂這些這些比較多 印象有一部分是 我之前在新西蘭待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那邊除了很多的華人之外 也有相當多的印度人 然後我會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群體吧 他們也是會聚在一起 然後那個在飲食上也是自成一派 那邊會有很多比較獨特 雖然我看起來不特別 但是事實上很好吃的印度餐 甚至那邊的印度的餐廳的地位是高於中餐的 各版印象 好像都是從阿米爾漢的電影裡看到的 因為它題材基本上都是反映 他們印度的一些社會問題嘛 比如說就是女性的地位很低啊 然後就是他們一些制度 或者是一些什麼平民 平民酷給我們那種印象吧 就感覺就是有待發展 所以中國媒體總的來說 是在國內怎麼報導印度的 其實也不是那種官方的媒體 大部分是自媒體吧 然後就是會報導一些社會不安 就是治安不好的情況 然後會有那種什麼街頭實驗 就看過一個實驗什麼一個中國女性的窗很好看 然後走到印度街頭 就很多印度男人這男人這種眼神看它 這種就挺偏負面的 女性主義的地位會少一點吧 因為感覺就是基本上很多 關於印度的一些新聞報導 都是性侵之類的 就感覺如果性侵那邊旅遊會感覺很不安全 就會有很多顧慮的樣子 進入聯播上一般大部分報導的話 可能就是有關於世界全球的一些 就是比如說哪裡出了一些事故 然後可能會涉及到印度的 可能會報導這些新聞 可能過多的沒有做太多報導 中國媒體報導 印度總的來說應該也就是報導 印度的建設吧 我覺得好像新聞上報導 就是國內對印度投入的一些建設 其他的倒也還好 國內對印度投入的建設指的是 指的是那種大的什麼鐵路方面那些的 貧窮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您覺得這些正確嗎 不完全 不完全吧 然後感覺只是報導一些那種需要幫助的孩子什麼的 這波沒辦法確定 真的假的 看得見 摸不著 對 因為新聞媒體本來就是一個參財性很大的一個 都是媒體性的東西 所以說你有正有假 但如果它能夠報導出來的話 可能一部分可能是根據這個事件本身的基礎來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真實性 但是也不確定會增添一下個人色彩而已 可能不正確吧 就對我們這種人就造成一種偏見 一種誤解 但是我們也沒機會去 所以沒辦法了解 您覺得中國跟印度的外交關係如何 因為不好吧 我們不是跟巴基斯坦比較好嗎 巴基斯坦跟印度不好 應該還好吧 像之前有打過仗 然後就是開建國那幾年 然後之後應該也是算還好的 應該是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中國就是四海為家 各個強國都想要跟中國交朋友 還不錯吧 因為我們學校都有那種印度留學生 就有每年都有大批的印度留學生 是大學就會來 對啊 就大學的時候他們過來學醫嘛 潛意識裡還是把它當作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 怎麼解釋 就是現在叫金磚國家 BRIX 印度是在除了巴西俄羅斯之外的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 包括在北美也是 您覺得這兩個國家能融洽相處嗎 應該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因為是鄰國 不大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生活方式 那些各種之類的 對我們來說好像差異還是比較大的 可以啊 為什麼 能互相幫助學生攻進 大概 我是印象中就是潛意識裡面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兩個也算是 在面積上都是屬於那種比較大的國家吧 然後都在求發展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可能是 他們的事兒 對他們的事兒 他們的事兒主要是 老百姓覺得挺好的安全健康 吃的好吃 旅遊舒服 旅遊有更多的便利性就合適了 那至於國家那是國家的事兒 您覺得未來兩國之間有哪些可以做的來促進關係呢 比如說你剛剛說的交換生啊 對啊 促進旅遊吧 就 我覺得印度文化也挺吸引人的 就是說不一定就 反正可以去見識一下 我覺得可以去體驗一下 嗯 協助發展吧 因為中國這邊發展能力還是比較強的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去印度那邊 協助他們做一些當地的發展 對 協助發展主要是指哪一方面 經濟 嗯 交通建設吧 對 然後還有城市發展 首先得最最基本的入門方法就是 就是文化交流嘛 然後或者是旅遊業的交流 然後就是比如說就是可以 嗯 國家放寬一點 就是它落地政策呀 然後就是免簽政策呀 然後可以就是 就是促進兩國之間的交流 然後能夠 嗯 去到本地去了解一些 關於印度的一些文化 能夠更加了解這個國家之後 可能就會 誤會就是從根源上會就是消失了 Hope you guys found people's answers insightful What do you think it'll take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get along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below For more authentic insight into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al trends from all over Asia 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and follow us on their social media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as always stay curious fue Luftwaffe 披抗